英伦银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在0.1厘不变 并且维持资产购买目标8950亿英镑不变 两者均符合市场预期 但称一些事态发展增强了 适度收紧政策的理由 同时 英鸦行将公债购买目标设定为8750亿英镑 资产购买目标设定为8950亿元 企业债购买目标设定为200亿英镑 三者均与预期相同 英伦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MPC以7.2的投票 决定维持公债购买目标不变 并一致同意维持企业债购买目标不变 MPC委员桑德斯 Michael Saunders 及拉姆斯登 Dave Ramston 投票支持缩减购债目标 两人认为 越来越多国内外物价指标证据显示 通胀压力量将持续 央行认为 通胀在夏季有机会短暂升穿4% 可能有需要轻微收紧货币政策 花旗表示 目前来看 英国央行很可能 在明年2月将利率从0.1离上调至0.25离 并在明年5月再次加息至0.5离 摩根大通指出 政策会议记录中使用的措辞 似乎意在加强对明2月加息的预期 并预期明年第一季将首次加息 明年第三季将第二次加息至0.5离 refresh 明年3月1月1日份 明年4月1日份 中心目织录ical 明年4月5日晚 电影